在東方有民眾來檢舉 這個村口的營建工廳 沒有經過市府的身材 也沒有任何的職業 要全這樣捕下去 讓附近的站在這盤頭是必須 看起來很危險 另外這個現場 市港的工人也都全部不做安全的方法 市府除了要求停工 也會照這個治安法來開發 港帝等於市港 東方東方出現 清平成都營建工廳 現在被發現 沒有經過市府建管單位深知 也沒有建立執照 而且現由市港今晚 更沒有立案奉後出事 就在五站老館的建牛頂 走來走去市港 市府除了下令停工 也依這案法開發 治安全會審法規定 依法可處以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法環 並予立即提供除費 警官處標示 警官查證 這個營建議題 雖然警官交通局 標準行見交通通站使用 也不過業者在建造 還未標準到市港 已經要求停工 按照定時出地建造 之後再來市港 建造許可見證 會就先自建造無法規範 另外四十萬元以來 有些民主控受到工廳影響 造成站在壁壁損 第二半太容易碰起來 讓它很煩惱 站在安全 房子都是破裂掉了 要怎樣自焚危險 不能地震 地震就倒下去 不止大地震就壓死掉 將對民眾歡迎四天造成臨損 警官處理應 在建造修正後 會依照民眾 拿出來的孫林訴求 派第三方 著結工會技術 高中檢查 若孫林克時 會立關修用接著計劃 記者綜合報道